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七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禁不合时宜 由正方、佛教沈芬林纪念中学对反方、垃圾、书院 现在就让我为大家介绍双方的辩论 首先是正方辩论主辩陈文乐同学 第一副变胡善义同学 第二副变盐俊杰同学 结变李仲义同学 接变李仲义同学 接下来是反方的辩论主辩陈晋熙同学 第一副变杨晨同学 第一副变杨晨同学 第二副变莫君渝同学 结变罗国涛同学 接下来我将会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香港理工大学中文电论队前辩元史迪朗先生 第二位是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电论队前辩元史迪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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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会为大家设计赛规 本场的比赛分为主辩 台上发问 一副 二副 台下发问 结辩 共六个环节 台上边缘的发言时间为4 3 3 4 每位台上边缘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丁 时间到会有两丁提示 丁丁 过时15秒即会有三丁提示 丁丁丁 街市本人将会打断电源的发言 并提醒评图酬分 而详细赛规早前已发布为各位参赛学校 选顺参方的主辩元对赛规有没有任何疑问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比赛正式开始 对 现在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将会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旋切 4 9 5 4 Gam 询 听清楚的 准备好 可以 해 可以 可以 登 在各位,本年7月東華三院黃芬蘭中學的林同學的社交平台指 學校逼她剪走她的長頭髮,否則不能參與校內活動 公開表示已經向評機會投訴學校侵犯性別平權、涉嫌性別歧視 評機會受理個案變題討論,營運而生 實施法禁指學校對學生頭髮實施的劃一禁令 而學校實施法禁除了普遍禁止同學演法、探法之外 例如有方那莎莎書院規定發腳是不能碰衣領 舊世關中原慈善基金學校禁止穆斯林學生在校園帶頭巾 討論變題必須搞清楚做法是否合適和還是否有人用是沒有關聯 例如死刑講求人權的今日不合時矣,但世界上依然有用死刑的政體 那不代表死刑是合時矣 行論變題就要從社會及學校管理的角度審視 明文規定學生禁止對頭髮作出某種修飾是否適合 我方認為不合時矣 原因有二,第一,社會風氣改變,法式限制未能與世並盡 學校硬性制定頭髮禁令是基於當時社會環境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大部分工作場所要求員工跟隨傳統髮型 就好像男生短髮、女生長髮 九十年代染髮開始普及 但社會對染髮普有壞學生標其立異的形象 學校亦因應社會認知規定男女頭髮的長度禁止探染 甚至規定髮尾長度 事而世易,普羅大眾對髮型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 工作時不一定要紮邊 男生亦普遍被接受留長髮和用定型水 甚至老師在維護他專業形象的同時 亦可染深色頭髮 現在流行的髮型就像流海 亦可以滿足莊端自然的特質 近年亞洲地區的中學都陸續取消法禁 12年首爾市教育部的《學生權利條例》規定 學校不能違背學生的意願 對學生的外貌進行規範 有方認為合適而是否認為 香港對學生頭髮移用的認知多年來都沒有改變呢? 第二,無視個人需要不理學校教化學生 林同學向評機會投訴的個案 背後反映的不單是性別認同的問題 更加帶出學校的法根未能滿足現時的需要 早於14年,評機會確立學校制定儀表規定時 必須考慮的平等原則 當中更加強調在制定校服儀容規則的過程中 學校必須採取融合和具透明度的程序 讓不同的學生和家長參與 一起探討有關規則 或限制可能對他們的需求帶來的影響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教授黎遠先生指出 不論社會科學、宗教、文化或歷史研究 都有大量的例子說明 頭髮對種族或民族身份和宗教信仰的特殊意義 就好像石黑教徒深信身體膚法乃神所賜 所以是沒剪頭髮 以頭巾毛將長頭髮綁起 加上有不少同學本身的頭髮卷曲 心齒不同 實施法禁以統一的標準制定法式要求 引起私生間的衝突 違背了現時教學模式對個性需求的尊重 未能滿足守則中 應按需要靈活地提供堅奏的要求 最後想問問有方 當社會對發言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 或一發禁是可以怎樣滿足不同學生的需要呢? 多謝各位 政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6秒 沒有超時、無需求分 接著來有請反方主辯 你同樣會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前線紙米 息邁 נה 想請問反方主辯可否大聲一點點 因我們有4分 喂? 喂,謝謝 準備好好請說,可以 可以 叮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縱觀有方主編四分鐘的延遲 傾盡不物瞄會黃斐藍的例子 顧問論學校應不應該為黃斐藍的同學破例 有方主編今天充其量的 都是論證要放寬法禁 調整校規的嚴謹程度 而是討論應不應該取消整個法禁規則 而今天的審視辨題不應該只討論其中一項法禁 應該審視髮型、髮色應不應該被限制 故此要討論辨題之前,必先理解辨題的字眼 第一,法禁 法禁是指規範學生頭髮樣式的校規 包括禁止過場的頭髮、染髮、電髮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每家學校入不同的標準 因此只要對頭髮有所限制,就可以稱之為法禁 而執行禁令的細節,就應該由每家學校自己去移定 第二,不合時宜 不合時宜是指與當前的社會思想、習俗等不相投合 而我們要明白的是,學生自己雖然是學校的重要持份者 但學校入面的其他同學、家長,至於學校本身 本身都是持份者之一,因此要證明不合時宜 除了在一定程度上要給學生自主的選擇權 亦需要看其他持份者如何去看待法禁 然而,今天的友方看得非常狹窄 即是說學生自主權至上 我想問一下友方一副,如果學生的自主選擇權這麼重要的話 大多數學生都只是想和可以打機 又是否代表香港中學應該被學生於課堂時打機呢 故此,今天的衡量辯題的標準就在於 似乎香港中學作為一個教育機構 如果沿用以往的法禁模式 能不能夠平衡學生的自主權 同時要堅守教育的原則 如果能夠的話,辯題理應不成立 而我方反對辯題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社會風氣仍然保守 為此發禁,免心麻煩 培政中學沈欣華老師就指出 學生的髮型是會代表他所屬學校的形象 間接影響了校園 學生的整體外表 下次皮下的校服,甚至妝容髮型 肉眼所及都是校人士對國後的第一印象 佛教慧恩中學校長歐陽崇芬 曾經成立由私生組成的校規改革委員會 就發禁問題向家長及社區人士諮詢 染發能不能夠被容許 然而在場所有人士都明確表示反對 他們不能夠接受一個儀表樸素的學生 去追趕潮流去染發 雖然部分學生希望他們能夠自由選擇發色 但更多的同學就是會認為 容許染發會影響學校的形象 連累他們這些不染發的同學 無獨有偶 根據教育工作者聯會2016年的家長為子女報考 學校意向調查中指出 七成的受訪家長都表示 學校口碑是其首要考慮因素 如果學校取消法禁 導致一些染發電發的學生出現街頭 社會都會覺得就讀那間學校的其他學生都是壞學生 輕則學校會出現大量投訴或查詢 接應不下 重則就是影響名譽和修身 由此可見現今社會的官禁 尚未能夠接受學生的標期立意 第二 制定移用範圍 避免無謂的攀比心態 校服的功用 在於盡量將學生之間的外表差熱消除 讓他們能夠專心學習之上 有了校服 學生都免卻選衣買衣的煩惱 同時亦避免部分同學發表明慧的服飾 而令其他同學自卑 而髮型、髮色和外表的一部分 青少年級別蓬佩加的第一印象 青少年會隔外留意自己和別人在外表上的差別 而根據新聞學家Eric Eriksson指出 中學概念正正就是青少年追求身份認同的自己 他們更順於蓬佩加令人事務 一旦取消法禁 同學則會異於留意他人的外表 繼而互相攀比鬥型、鬥靚 以將重心放在外形而為學業之上 正正 現時普遍學校都有所限制 正正就是不想學生花太多心神 在他們外表之中 想問有方一副 而想哪一份民調和你們說 現時社會特殊可以接受現發電話 多謝 反方主遍發言時間為4分13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到來正入台上發問環節 曾經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電源 向反方主遍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今後反方主遍會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然後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會在限時到達前15秒 有一丁提示 丁! 時間到 周遍有兩丁提示 丁! 丁! 斯珀利接著就輪到反方 派出一位台上電源向正方主遍提問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子的第一格 依發言順序 會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那現在就有請正方 派出一位台上電源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先示米 主席,不好意思,我想問你,是首先由反方向正方看問問題,還是由正方向反方看問問題? 是,會先由正方向反方主編提問的 不好意思,試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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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清楚嗎? 是,聽得清楚的,最後一句話,可以說聲,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今天由方同學主編跟我們說什麽呢? 他說現在的社會的共識,仍然是認為學校的同學應該要保守些 應該那個頭髮是不好,仍然認為法禁這件事是應該合時宜的 但我想問,由方同學,其實在你們眼中,其實現在的法禁當中 有沒有一些條款,或者有些什麽,執行、法禁這件事,究竟是不是合時宜呢? 好了,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類比,今天其實看法這件事 其實很多社會的人士都認為是不合時宜的 請問有方同學,你們是否認為其實看法在學校當中,其實仍然是合時宜呢? 多謝各位 謝謝 好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丁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主便回答 你将会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先示米 示米示米 是,听清楚的 准备好,可以说声可以 可以 丁 有方刚刚就是说 那些执行的细节 我们觉得是否要放宽 是的,可能执行的细节 可能是要放宽 但你也论证不了 法禁这件事是错的 法禁这件事是需要的 我今天放宽 譬如说我要即场剪去由得 我不一定是要禁止你的 总之就是我要对你的法刑 要施加限制 而刚刚有方是模糊 而刚刚有方又说 我们怎样得知 社会现在是觉得合时 但我想问 我刚刚最后问了有方的一副 现在香港哪一份民调跟你说 现时社会大部分人 可以接受学生研发 你都没有这个例子 你又怎样和我说 你又怎样和我说 现在是不合时 多谢 接着轮到反方进行提问 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发问 你将会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 请示茗 示茗 示茗 请示茗 听不听到 是 看清楚的 准备好 可以 叮 座哥 大家好 今天由方主辩第二个两点 怎样和我们说 其实这些学生是有自己的需要 想问一下由方讨论 你口中所谓的需要 我研发 有什么需要 而更加重要的是 今天由方讨论 这个法禁 是说要法刑统一 但究竟现时的香港 首先有法禁 我都可以容许有流音 有评求 我的头发都可以撥左撥 都有一定的空间 没有由方讨论 口中所谓的 完全 那么极端的一种法禁 所以想请问由方讨论 是否好像军费那样 铲青头先叫做法禁 而我应该容许他一些空间 给他调节的 就不称之为法禁 多谢各位 正方主辩 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等 但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人都有转发、演发的需要 我方就不认为 但其实整个法禁的机制都是不合时宜的 前台湾教育报道正盛 早在05年就指出法禁是过时的观念 我想反问一下大家 难道留什么样的头发就是什么人吗? 留长头发就会变坏吗? 这些问题我们都想反问一下有方 美国全国教育社会更加指 对学生实施法禁 是会造成偏见 选与学生自信心的 我想问 为什么一个选与学生校正 在这么文明的香港都是合适 而呢?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台湾教育报道结束 现在有请政方第一副面发现 你将有三分钟的发现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谢谢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听得清不清楚的 准备好可以说声可以 可以 声 再各位跟着有方主便所说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法禁合不合适 而不是说取不取得到 今天我方问 看法是现今合不合适 但其实对方只是答 法禁需要放宽 法禁有个别的情况需要放宽 但看法却避而不走 正正在显示不合适 而社会正在进步 法刑的演变 在社会和经济 文化和民族形象 是一个民族形象的体现 过去我们不重视个人主观的意愿 更加很少说是一个社会 要包容要多些多余的声音 但是今时今日 无论是政府 这个是社会 也很重视 这个正正在代表 社会正在进步 是对法式看法的一些开放的态度 实施法禁就像有方都说 是对于法式 还是明文规定 有什么法式不可以不准呢? 不准留场 不准验识 写在这里就要法禁 例如是实施宵禁 规定大家晚上不可以出街 反正就要睡 但如果我说今晚打网不要出去 有方会觉得这是禁令 没有宵禁都有特殊情况 不允许外出 你没有法禁都不代表同学做什么都不行 就好像兆基创与书院 取消了法禁都有检视个别同学的头发 是不是过分夸张? 反问有方 言论自由下 也不是什么都可以说的 不可以有种族歧视的言论 那是不是等于香港没有言论自由呢? 另外有方论政变题 最错的地方是 法禁到底会带来什么的后果? 法禁有自己的作用 所以就是合适 首先有作用的东西就等于合适 这是错的观念 其实八股文也有用 啟法也有作用 但绝对是不合适的做法 有方今天跟我们讲例子 就是说 上课打击是否可以让同学这样做呢? 是否要让他们自由做呢? 但其实你打击 你本身就已经不符合学生的守责 和法禁根本是没有可比性的 另外在社会的主流下 再看回学校端章朴素的大原则 没有法禁是对于没有人 不等于没有人管的 第二有方还说 学校不应该标其立义 是的 没有法禁是不等于标其立义的 例如是男生长头发 在这个社会为什么标其立义呢? 你头发碰到的衣服在哪里奇怪呢? 法禁的不合适不单在香港 近20年来 很多国家都对校服易容政策进行检讨 例如是我方主编所讲的韩国例子 还有我们的邻居台湾 不断地放宽 有方要论证的是香港社会 为什么会被以上我所讲的地方落后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对于学生头发的要求 还是这么保守 否则有方论证不了 合时宜 另外 邵基创业书院是取消了法禁的 校长许汉玮跟大家说 学校是相信在这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下 其实大家是会珍惜这种有更多自由空间的校园 他并指出 校服、头发的规则 应该由私生一起制定 他会尊重学生的自主 领南大学、社会学校的黎元山教授 都评论法禁的时候指出 而容规则你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 你就无法满足其学习的成长和需要 有方校规都指出 你的头发不能碰到你的衣 如果有同学 就像我们中五学生、临同学那样 有性别认同的问题是性小众 你是不是要符合这些规定呢 最后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你的社会越进步成什么 你的法禁才会不合时呢 还有有方 如何才是有方觉得 发禁一只是合时呢 多谢各位 正方第一负便发言时间为 3分05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有请反方第一负便 你同样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先前面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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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听得清楚的 准备好可以说声可以 可以 是 主席 判证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同学一副问我们 我们是不是觉得 法禁合时 我们当然是觉得 法禁合时 其实今天有方同学整场比赛 都只是跟我们说 法禁的执法问题 以及它里面的一些规定 是可能 从有方同学看来有问题 但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他们每一家学校 都可以有不同 我们可以叫家长来 为学生处理 可以叫他们图书馆自修 而且里面不同的 法禁措施也都可以有不同 所以有方同学完全 完全不是从根本上去反对化这一件事 今天有方同学说 正在辩题的标准 是关于社会和学校的管理 但听完有方同学两个辩委 他一直在跟我们说 自由自由 个人需要又是自由 今天有方同学 经常跟我们说 个人需要 只是说了黄菲蓝的例子 后来他们没有例子 还说了台湾的数据 还说了美国的数据 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辩题讲的是 香港中学 香港的观感 就自然是跟他们不一样 没错 再染头发 可能真的不代表这个学生 但在香港的社会观感来说 是的 因为它是不符合学生原则的 其实听完有两个位置的发言 都发觉有方同学 论政变体 只不过是基于说 学生要有自由 特我方看到的东西 更加长远 和宏观 我们除了要考虑 学生的自由选择权之外 我们还要考虑 学校想培养什么的学生 和家长他们有什么意见 首先 学校是有责任 要去保护和教育到学生 这件事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法禁 能够一定防止 学生之间无谓的攀比 学校作为一个学责任的地方 完全不是被学生追随潮流 或者表达政治思想的地方 而如果学生把精力放在头发上面 就必然会阻碍了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的发展 例如成绩 而且 对于社会主流的看法 是学生就不应该染到头五眼六色 有分来是否认为 由于一间学校里面 某一些学生 他们染了头发 令到整间学校被别人的观感变差之后 其他那么多的学生 都要跟着他一起受罪呢 另外 中学就应该要合乎现今家长对学校的期望 才叫做合乎事宜 而在HKPISA的调查中 中学的声誉是香港家长选顾的四大因素之一 而宏观整个教育系统 家长一直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如果一间学校的校风 因为学生他不符合社会的主流 亂染头发 家长又怎会有信心给自己的小孩在那儿读书呢 最后一方同学 刚刚跟我们说 社会现在大众觉得染头发不是没问题 那没错 我方承认 你大了之后 你想染头发是没问题 但现在我们的身份 作为一个学生 我们就是要去符合现在社会的观感 学生就是不可以搞那么多花类的东西 而我们今天说法根合不合示意 而有方同学也没有办法否认 现在的教育体制和家长的主流意见 是对学生的发型有一定的限制 而且有方同学也没有给出任何数据 而法根是能够在保障到 学生自由选择的同时 还可以照顾到 学校教育学生保护学生的责音 和家长对于学校应该是怎样的期望 我方想得比有方同学更加宏观和全面 就想问有方同学 你们口中的自由 是否完全可以概括所有 校方对学生的期望 校方希望搞到学生成为怎样 和家长觉得一间学校 和社会觉得一间学校应该是什么 校方一库发现时间为3分03秒 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有请正方第二库面 你同样有3分钟的发现时间 准备好请先示例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是 听得清楚的 准备好可以说声可以 可以 声 各位 大家好 来到二库 我们不妨和几个层面一起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学校管理的层面 有方同学今天认为 只要有利于学校的管理 方便到他的管理同学 就什么手段都合适的 好了 想问有方同学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今天对于一个政权来说 他只要使用这个极权的统治武力的镇压 他就可以令到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反对的声音 就可以令到这个社会安稳 所以有方同学说 用极权的镇压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政权 他所用的这个手段合适呢 所以其实很简单的 有方同学他今天论政变题 所以合适呢 他就说方便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在有方同学的口中 没什么是不合适的 所有东西都合适的 所以这个标准是不是合理呢 好了 第二个层面我们来看 学生的责任 有方同学今天和我们说 学生不应该只聚焦于扮靚 攀比 我们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扮靚的层面 有方同学今天全部没有解释过 究竟扮靚和影响学业之间 必然性的关系在哪里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 今天很多大学生其实都染头发 或者是有不同的发型 那是不是大学生全部都是不学无术 读不到书呢 请有方同学的论证 第二 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不要有攀比 但有方同学你要先搞清楚 今天攀比 是任何时候都会出现 学生和学生之间成绩的攀比 运动的表现的攀比 乃至我们今天打的辩论比赛 都是要分胜逐分高下 何尚不是一种攀比呢 如果有方同学说不要攀比 是不是什么都不应该做 好了 第三个层面 我们看法禁的细节 有方同学今天跟我们说 我方不会根本性地去思考 错 根本性思考 不懂的是有方同学 因为有方同学不断地跟我们说 法禁某些细节可以调整 例如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学生不同的需要去处理 但这件事不对 我方正在说的是 执行法禁这件事 用或一一刀切的标准去管理所有的学生 这件事不合时宜 更加合时宜的是我方的做法 是用一个大原则简单、朴素、端章、整齐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学生的需要 根据他们的情况去理定 这样做不对 这样做或者不是很适合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对对学生的方法 而不是有方同学这样一刀切 用一条条例去管理所有的同学 所以有方同学完全明白不到尊重的重要性 好了 其实呢 说到最后 有方同学今天最忽略的是面题当中的两个字 现今 我们要看的是现今和过往有什么的转变 才能够判断一件事合不合时 看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 价值观 今天的社会在说 从过往的保守、守旧 变到现在更加包容 例如对于性别来说 我们会包容一些有性别焦虑 有不同性别认同需要的人士 就例如林同学这样 又或者对于发型 我们看到老师在保持他专业的形象下 都可以染头发 只要他的头发不是染到五眼六色七彩 只要是深色的 我们都会认为是简单、端庄、整洁 和整齐这几个大原则 所以何尝有什么问题呢 第二 我们今天讲的教育理念 是要尊重个人的差异 例如他的宗教信仰 有天生不同的头发的时候 有方法还要和统一的规定 去归限所有的学生 是否合时呢 各位 正方第二副辨发现时间为3分14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有请反方第二副辨 你同样有3分钟的发现时间 准备好请问我示意 试咪试咪试咪 你们听不听到 是 听清楚的 准备好可以说声可以 可以 叮 魔鬼在细节 在各位大家好 今天游方一复和我们说看法 看法的原因是因为 意识社会大众大家都反对 这是一个前设点 不过现在说法禁的前设点 是不是大家都反对法禁 主便的时候问过游方 有什么数字和游方的讲话 其实他们全部都反对法禁 这一批的淹发过程是坏学生 那是否代表着他们真的是坏学生 不过归根究竟的原因 是游方都已经承认了 现在的社会观众 是确觉得他们是坏学生 这点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为了保障这些学生 不要让他们标期立以为 这个正正是学校 这个要教育学生 一直都不变的大原则 现在重要的是 今天游方来 和我们说用台湾的例子 游方的用智是什么呢 你看看周边的国家 除了社会的趋势 都会慢慢放宽 总之是放宽 不是说取消法禁 现在是说 无论是如何 我都会有个底线 游方自己都会说 匯基創意书院 他自己都有个底线 说不要染到这么花点 都有这个底线 这就是仍然是法禁的情况 而今天游方最可笑 是和我们说 执法例子 用执法情况 他说我们不应该一刀切 台上的时候都问过游方学 其实我们是不是要这些人 全部剷青头 好像军训 先为之法禁 游方和我不回答 是因为游方自己都知道 其实现时 香港的确有这些不同的学校 是有不同的规范 是会有一定的空间 给学生自主选择 不像游方和我口中所说 是完全或一的情况 现在重要的是 今天游方和我们说 其实我们是不是要极权 大家想一想 我极权的国家 和我一个民主的国家 我同样都会有法律 我说北韩有法律 美国都同样有法律 那是不是有可能在眼中 美国的法律 就不叫做法律呢 所以今天现在说的是 这些细节 明明有调整的空间 明明大家都能够选择的时候 今天我站在立场就是说 我要平衡学生的自主权 我也可以平衡家序的意见 平衡一个教育的大原则 这个才是一个香港的中学 一个作为一个教育机构 应该要想的东西 所以回归变成重心 我们现在就是说攀鼻的心态 有方义父都承认 攀鼻心态的确存在 不过有方的说法是什么呢 我成绩会攀鼻 我运动都会攀鼻 不过归根究底的问题 就是在于 这一种的攀鼻 是一种良性的攀鼻 我会令到大家有竞争的心态 令到我的成绩会进步 但试问一下我攀鼻 我的头发有什么好处 我的头发会不会进步的呢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再看一个比较点 现在就是说 你因为一几个学生的私欲 因为你这样的想法 你觉得我应该演发 我因为我喜欢攀鼻 我喜欢我想赢 我想扮靈 所以我就演发了 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社会大众议事 你现在学校是教坏学生 尤方自己都会说 所以为了一个人 去牺牲全校千千万万个其他学生 是否叫尤方和尤方 一个中学学生应该兼顾的原则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明白到 其实这件事 社会是从来都不会 不会说到很极端的例子的 不会说真的完全反对 也都不会完全支持 不过问题在于 我们是不会有人去反对 穿校服 所以穿校服是一个最稳定的方法 也都能够保障学生 要跟家长交代 这家学校是有的尋狂的校风 两全其美 全部人都能够监固 才是一个教育机会 应该兼顾的原则 对各位 反方第二副片发言时间为3分12秒 没有超时 没有需求分 接下来会是台下发问环枝 双方各有两轮的发问 现在有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你开启镜头并线示米 请问正方 士米,士米 是,看看清楚的 准备好可以讲声可依 听不听到 是 看清楚的 是吗 是吗 是 看清楚的 准备好可以讲声可依 可以 听 各位今天有方同学说要审视不同的持份者 但无论是平机会的指引 还是家长同老师对看法的态度 都有持份者表示未能满足管理者的需要 但正正就是平衡社会观念 进步和管理者的需要 有方很强调学校的学生头发会影响学校的形象 但没有发禁的香港笑机创意书院同学 可以染头发 可以用定型水偏偏大受当区家长的欢迎 一位难求 想简单为人有方 如果头发会不利学校校方 为什么会上述例子 而有方学校作为传统名校 是否会为家长会因为你的同学可以留长发 头发会碰到衣领 就会减低学校的吸引力呢? 多谢各位 范芳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各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友好,請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元回答, 你將會有1分鐘的答案時間。 你將會有一分鐘的答案時間。 準備好,請先試麥 試麥,試麥,請聽到嗎? 是,聽了清楚 好的 準備好,可以說聲,可以 可以 定 方堂剛剛問我們,小基書院是沒有法禁的 很受歡迎的 是否代表法禁已經不合時意 先回歸有方堂學的論點 方堂學今天一闊出來跟我們說 小基書院取消了法禁 但老師仍然會看學生的頭髮、髮型、髮色 會不會太過誇張 我方堂就說這件事 就算你放寬了法禁 又對法禁原本的規範做出調整的時候 仍然是叫做法禁 所以今天小基書院我方認為 仍然是實行法禁的情況 所以今天有方堂學就再說 既然這間書院 他們就沒有法禁 那是否叫做法禁 很受歡迎 是否就是不合時意 我方看到的是 還有那麼多學校仍然有這個法禁 仍然是那麼受歡迎 有那麼多學校讀的時候 就是說這些法禁是否仍然是合時意 用回有方堂學的邏輯 是否代表著這個法禁仍然是合時意 多謝各位 接派來有聲反風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你開啟鏡頭並先示範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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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聽不聽到 是 看清楚的 你將會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說聲可以 可以 謝謝 他覺得好 有方同學一出來矛盾 因為他們跟我們說 政方主編劈頭 第一句跟我們說 就是說現時 我們不需要看現時學校是怎樣做的 純粹就是看這個法禁這件事 是否符合社會的原則 但是政方去到一副二副 甚至台上法文 就不斷舉很多例子 就跟他說現時很多學校 越來越寬鬆 但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有可能是忽視了學校現時的角色 我們要看的 當學校的聲譽和校風那麼重要的時候 學校是著重培養有學生和良好的學習環境 甚至有方義父都承認 大學生是可以染頭髮的 但是中學生是要整結和整齊 所以當我們審視這個中學生的一個角色的時候 有方主編跟我們說90年代的人 就不接受染髮的 現在很多人就會接受染髮、長頭髮、染髮這些東西 但是我方提了數據 當有七成家長是支持法禁的時候 是在哪一個點現時的社會大眾的人 是接受中學生染髮和染髮呢? 謝謝各位 正方現在將會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我們現在開始計時 是沒有達到的 所以我們在新年代的提示 我們在新年代的將會上又有 dob亂 我們現在也是在練習我 我們學習我 那個玉啤子 我們也在練習我 整個玉啤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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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多謝各位 反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定 多謝各位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返方派出一位便員作答 你會有一分鐘的回答時間,準備好,請先試麥 試麥,試麥,聽不聽到? 是,聽清楚的,準備好,可以說聲,可以 可以 定 再說,大家好,今天有方很喜歡說一刀切 他說因為性別的問題,說頭髮過長問題 不過正如我方的辯論都已經跟了有方說了 現在有不同的規範,我們仍然有一定的空間給他調節 當然重要的是,其實問過有方和我三次 染髮、電髮這些究竟有些甚麼需求 有方不回答的,是根本有方自己都知道的 你口中所說的那些需求,純粹只是在於過長頭髮、過短頭髮 那些都是在調整範圍之內 而且我們說的是,我們想要調教甚麼的學生出來 現在就是我們需要一些自律成熟的學生 有方說的少基創意書也是,學生可能很爽 不過大家不喜歡嗎? 這不是一個社會我們應該要教導學生的原則 社會我們的眼中,在一個社會大眾的眼中 學校從來都不是用來追逐潮流或者扣時髮的地方 從來都不是一些標期立的地方 學校就是用來教育,就是用來教導他們 怎樣去培養一個更加成熟的理智 才是一個教育應該要頂成的原則 多謝各位 接派來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你開啟鏡頭並示麥 示麥,示麥 是,聽清楚的 你將會有一分鐘的時間發問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叮 主持評判,正確各位,大家好 右方轉變開出來標準台下說 好像很雲觀的位置和社會學校兩方面出發 但右方三個便位都聽不出對學校方面有甚麼論證 不過都不要緊了 右方的論點二 未期盟我和大家說要保護平等的原則 但說出來其實就是學生的自由、學生的需要 但去到右方台下說甚麼呢 任何上至下的規範都不對 因為為了保護學生的自由 所以按小方的邏輯 其實人民的自由是不需要 為了保護人民的自由 法律系統其實都是不需要的 不過都不要緊了 右方去到第一條台索法文 已經退到承認方法 演法對學生是不需要 去到右方一附近一講 即使在右方取消法的立場底下 其實都要加一些管制下去 所以右方義父說 其實見到七彩都不要緊 只要夠端正就可以了 右方的邏輯和抗直的背心 抗直的短路和他對拖鞋都不要緊 因為這個是右方的邏輯 但究竟這個符合了端正整劫哪一個原則呢? 正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聽 有漫 Yellow dzięki 這邊 有學生 有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im,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政方派出一位辩员作答,你会有一分钟的回答时间。准备的好,请先视麦。 请大家请。 请听到明明漱, Dimi, 谢谢。 可以 可以 各位今天我們雙方教育理念很不同的 真正好的教育理念是什麼 是你要私生共同協商才可以制定一個好的計劃 其實今天有方一直說 學校和家長是有教法學生的角色 但我想反問有方 在沒有法禁的情況下 學校怎麼會教導不了學生 請有方的結辯論證 兆基創意書院取消了法禁 但他們現在的學校是不是雞飛狗跳的情況呢 其次 今天有方的立場很搞笑 他們一定要取消制度才叫做不合時宜 那死刑呢? 在現在講求人權的時宜 全世界各地都在反對死刑 但世界上依然有用死刑 都有死刑這條條例的存在依然沒有取消 那是不是代表死刑合時宜呢? 多謝各位 大家好,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是結辯準備時間 雙方結辯會有一分鐘作準備 現在開始計時 定 我們在為了消防禁煙 最多的消防禁煙 不是開放了嗎? 就是 而且 我們在為了消防禁煙 那是 因為 我沒有說 我們在為了消防禁煙 我們在為了消防禁煙 你 本能不能在外面 是 到底是 不是 我們是 我們 好,結辯準備時間結束,現在又請反方派出結辯作結, 你會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可以示威。 準備時間結束,請問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準備好可以說聲可以。 可以。 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 剛剛的台下跟我們說,其實我們不需要發規,我們是要共同協商, 我們不是要規定規矩他們怎樣才叫做教育, 所以今天有分學原來認為這個世界上是不需要法律的, 我們只需要教育宣傳的話,人人就會守規,人人就會守法的,對不對? 所以今天原來孔子宣揚人校之後,春秋佔國繼續打, 耶穌傳完之後,這個仍然是比釘上十字架, 所以今天原來我們就看到的是,為何要有法禁, 為何要劃清這條界線出來的時候, 就是告訴大家有一個清晰的界線,有一個清晰的規範, 就是規範著學生怎樣去教育他們。 今天我們看看幾個戰場,其實我方同學都說不過去的, 我們先看看,我方同學由主編開始說的, 就是社會的風氣越來越開放了, 今天給了什麼數據呢?完全是沒有的, 台上台下不斷地跟我們說, 一直用一式一樣的句式跟我們說, 其實社會越來越開放了, 越來越多人都會接受這個演法, 那有多少人呢?有哪個人呢? 但是我方今天看到的就是, 曾經有一個中學的校長,就是搞了這個校規改革委員會, 而參與在場的所有人士, 都表明是反對學生去演法和去演法的。 所以有方同學,我完全不明白了, 完全聽不清楚了, 為何現在的風氣是會越來越偏向, 但學生是可以演法或者去演法的呢? 有方同學的見面,麻煩你, 就是馬上了, 我們再講在戰場了, 咬了整場的定義, 就講法禁的定義了。 有方同學今天覺得, 其實這個法禁, 我們放寬了, 就代表著因為不合時, 所以我們只要放寬, 但不是, 問題就是你只要實施了法禁, 無論你是放寬還是在鬆緊, 你只要實施了法禁, 就已經是實施了法禁, 所以有方同學就是認為, 我們論證了一件事是不合時的, 但我們仍然要實施了一件不合時的, 但是放寬了法禁, 所以有方同學今天這個論點, 已經是講不過去的了, 我們再看有方同學講了整場, 我們講笑機書院, 但有方同學沒有留心清楚的, 就是仍然他們自己都會有一些限制, 仍然都會說, 其實我們又可以演法, 可以讓你演法, 但仍然不可以太誇張, 所以有方同學就會覺得, 我們不可以太誇張, 就是雙重標準, 你說不可以太誇張, 那何謂太誇張呢? 又是學校去理定的, 所以今天原來講的是, 他們仍然是會有法規, 仍然是會有法禁, 不可以太誇張,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法禁, 但今天有方同學只舉了一個例子, 就跟我們講, 這間學校原來是被演法的, 所以原來, 這個事異上, 事異世異上面, 原來整個學校, 全港的一間學校是能夠被演法的, 所以有方同學今天都是缺乏例子, 我們再看有方同學的論點二, 他們跟我們講什麼, 個人需要, 今天, 他們正方一副二副, 就跟我們講, 社會有很多多元的聲音, 個人要多元化, 我們應該包容多些人, 所以今天完全沒有舉例子, 唯一聽到的例子是, 正方主便所講, 黃忽林一個人, 所以有方同學就認為, 我們為了黃忽林一個人, 去放棄了這個法禁, 令到全港的, 令到一個人的利益, 去對比全港的私生, 甚至乎是家長他們的擔憂和利益,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就將一人的利益, 完全放大的時候, 就代表著, 其餘不同的持份者的利益, 平衡不了, 他們的利益, 就是會某程度上被侵犯, 或者喪失了, 所以我方今天見到的是什麼呢, 學生其實不是說沒有了自由, 就算實施了法禁, 他們是有自由的, 所以不是有方同學一直, 今天所講的話, 所有的實行都是一刀切, 乃至乎於一方同學今天講實行, 其實在於執行法規上面, 他們認為是不合時意, 是執行, 而不是實施, 實施是什麼, 是代表著, 從根本性上面, 法禁是不需要, 或者他們認為是多餘的, 所以一方同學今天要論證的事情, 必定是不再實施這個法禁, 今天我方就會見到的就是, 這一種的道德教育, 令到他們不再攀比, 一方同學沒有反對過, 就不會過時, 永遠都會合乎時宜, 多謝各位 還有, 我們下載吧, 請 inscrever者, 請來, 請點鈴鐺, 請按鈴鐺, 請鈴鐺, 請按鈴鐺, 請鈴鐺, 請問鈴鐺, 請鈴鐺。 請問聽得清楚嗎? 是,清楚的,準備好可以講 現在呢?現在聽得清楚嗎? 是,聽清楚的 是,可以 第二,燈,天佑,女王 座座各位就在我們比賽前兩天 應女王以96歲的高齡離開了大家 大批民眾在白金漢宮面前大槍 天佑,女王,掌跡著一國時代的終結 持長的笑容,一頭白色的捲髮 是國民乃至世界領袖的典範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頭髮 上方都認同學校是一個教育學生的場所 而校規的存在是有它的必要 大家也不反對社會對頭髮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 甚至我方第二個論點所說 從學校管理的角度出發 一個完全有商而下制定校規的機制 有方都是覺得不合理 所以就問了我們很多不同實際的問題 怎麼處理 例如,染髮、電髮,需要這樣 我方一二負其實都已經解釋過 只要符合整齊、整結 但是,斷妝就沒問題 想問一下染深色、啡色的頭髮 為什麼不斷妝呢? 有方今天對於法禁的定義其實很模糊 有方主編一開始就說 明文的規定就是法禁 但是義父又說 口頭上的都算是 實施法禁就是說 是對於法式定名文明的規定 有什麼法式不准 不給染色、不給流暢 就是寫明是法禁 有方在台下發問的時候 沒有再回應到家長、持份者 七成支持法禁 對數字是說記錯 反方自己都說不過去 但是我們今天雙方要論證 一個措施是否合時意 就要看看社會的轉變 如果我們說一個制度綜合時意 是因為處理某些問題 其實在有方同學的世界面 就不會存在任何措施和制度已經不合時意 因為死刑的存在都可以有作嚇性 嚴刑進發全部都是合時意 學校是一個要去教同學守規矩自訓傳的地方 但是今天的重點是怎麼教法 過去有砍下出校子 甚至老師都會拿把尺打學生收斑 今天全部都是違反守則和指引 難道在有方的世界又會因為擔心學生 不聽教而認為實施看法是合時嗎 應女王離世柴爾斯王子繼位 無論我們有多壞面 灰亂過去都好 社會的改變是必然發生 只是應女王過世的幾個小時就有報道指出 從英國警察局到軍艦 成千上萬印著女王代號的期次到歲月替換 硬幣插票要改 英國護照將以新國王的名義發出 甚至連英國國歌的歌詞將要由 天佑女王改為到天佑國王 今天我方說社會主流對於頭髮的包容度觀念 都和以前不同了 有方其實都不反對的 只是擔心如果法禁取消了 同學會不會任意妄為? 但關鍵的是不實施法禁等不等同於完全揹頭髮都可以? 有方負面說的掩法是不是全部都接受到? 不實施法禁老師都可以因應不同的情況去調整 一個城市要有言論自由 並不代表仇恨、煽動、甚至種族歧視的言論都會被容許 所以有方要搞清楚 取消法禁和管理兩者之間並無衝突 正如我方前場舉出兆基創意詩院都沒有法禁 但一樣有管制作者一個手段觀念 是不是合時意和他是不是仲存在? 根本沒有衝突 我方只要論證他不合時意 而不是要論證取消 和取消之後怎麼處理? 皇室、易主 大家看到的改變不僅僅是前斃、其次、護照 國歌乃至是一個時代 但其他事情很快的國王就會覺得不合時意 多謝各位 正方結變發言時間為3分40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比賽告一段落 本人將會與評判稍作聯絡 進行處理分子的工作 亦想提醒評判 最佳辯論員需要另外評分 每位辯論員請先選出3位表現交界的辯論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入位得30分 如此類推 為了把握時間 我們亦希望想請3位辯論為雙方的表現作作評語 現在有請盧中華先生 大家好 各位前輩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覺得這一場比賽我自己看法 最大的爭拗點其實是雙方的一個標準度 但是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其實聽上去 正反雙方看似 就是說他們背後的標準是不同 但是呢 正方是有少少同意了反方他們的標準 變成今場大家就討論著 到底 法禁這件事多不多人支持 多人支持呢 就等於他是一個合乎示意的政策 不多人支持就不是 對於正方呢 其實我在劫片聽到一些 類似他們自己想說 對於這個標準不同意的地方 例如是 他們說覺得社會的需要 才是合乎示意的一個標準 但是在前場就沒有提過類似 他們前場反而是純粹提一些 他們覺得不應該加給他們的一些標準 例如是怎樣呢 例如是說 世界各地都有死刑 但是就不等於死刑 是合乎示意的 所以呢 他們是感覺到他們想避免一些東西的 他們想避免 反方要求他們 林靜耀所有的法禁取消了 才是一個不合乎示意的做法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少少打倒燥的 因為對面都沒有逼到你 還有他的第二個想避免的 即是想挑戰對方的一些標準 例如是說什麼 有用不等於合乎 那我感覺到這個 像是想挑戰對面的論點 因為呢 對面其實 第二個論點在說可以幫助學生專心捧襲 但是深刻我覺得這個 你挑戰對面的論點 其實是有少少背叛自己的 因為其實你的第二個論點 都是要教化一些學生 去怎樣去共用不同的文化 共用不同的一些性別取向 其實都是有類似少少教化的原因 但是呢 我自己呢 比較傾向是 by 你們背後的那套標準 which is 其實按照社會的 需要去定義什麼叫做 合乎是意 因為情況就好像 填鴨式教育 或者是這個 操練的考試 即是現在都是一個常態來的 但是我們都會覺得 這個東西是不合乎是意 原因就是因為 未來的社會 根本就不需要那麼多 操練式教育和填鴨式教育 那我覺得呢 其實這個呢 可能是一個更加好界定 什麼叫做合乎是意的標準 而非呢 反方今天提出 到底多不多人支持 就成為一個合乎是意的標準 那 我覺得雙方其實 各自都是做得好和不好的地方 那我可能先講一下反方先 那我覺得反方今天 其實做得比較好的地方 其實就是剛剛所說的 就是他的標準非常清晰 也都能夠在前場 甚至乎在你的台下分 都能夠拉到對面下去 和你打你的戰場 就是你講的七成的例子 其實不是一個民意調查 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 家長挑選學校時候的一個 一個元素 所以其實不是一個民意調查 但是呢 你都能夠抓到他們 沒有一些 資料去支持 你們的標準 但是呢 我覺得做得比較不好的地方 就是 其實跟剛剛 正方和我所說的一樣 就是 其實你們呢 很多事情都是 是站在學校的利益 站在學生的利益 去著想 就不是真的 很按照你們的標準去看 什麽叫做合乎事宜 因為 對學生好 對學校好 就是可以收多些生 對學生 有專心學習 這些呢 都未必是 合乎事宜的標準 那至於正方呢 我覺得正方今天做得比較好的呢 可能就是 其實他們對於一些資料運用 對於整個主線的鋪排 都是很緊構到合乎事宜 這件事 因為他們是完全能夠說到 為什麽以前呢 是 大部分人都會支持法禁 就是因為社會上班 不同的人 都需要這件事 而現在社會風氣改變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呢 是幾 能夠接合到 合乎事宜這個說法的 但是我覺得比較不好呢 就是 其實他們自己沒有一個 很明確的標準 也都沒有一個 很明確的資料 去支持 就像法方一樣 說的一樣 就是你們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資料 去支持你們認為 什麽叫做合乎事宜的標準 那所以這件事 就令到你們打得比較輸蝕了 這個就是我自己去評定 雙方勝負的主要關鍵的地方 就是看你們的標準 那我覺得大家 其實都爭論到一些地方 就是有些法禁是合乎事宜 有些法禁是不合乎事宜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 政方完全論證到 所有法禁都是不合乎事宜 是一個苛刻來的 但是呢 我也都不明白 為什麼政方會提出 一些那麽 backfire自己的point 就是說他們覺得 不走法禁都可以走一些大原則的 一些監測的類似的東西 但是其實如果你走一些大原則 即是什麽樸素簡單 其實你都是有一個法禁的標準 在後面的 就是你不可以染金色的頭髮 你只可以染中色的頭髮 那我覺得這也是法禁的標準 那這個呢 就源於你們沒有好好地想清楚 有一個什麽叫做法禁 什麽叫做合乎事宜 就導致有這個 我自己聽下去 你們不是很說服到我 為什麽要有一個 好像為自己 包底的一個方案出來 那這個方案呢 亦都是和你們自己的論點 不是很合乎 即是你都講到說 這個社會是這麽接受到大家的法刑 那爲什麽不虛盡 甚至乎染金色都沒有問題呢 那是的 我覺得這個是 你們第二天做得不好的地方 那是的 這個就是我自己對這場辯論的看法 好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謝謝 謝謝盧先生 接下來有請彭偉興老師 為雙方給予評語 謝謝 各位同學 大家好 那首先都多謝雙方辯論 上演了一場都叫精彩的辯論比賽 那 因爲我一會兒有些事要先行離開 所以我長話短說 那我想最主要其實今天正反雙方呢 其實在那個主線的離定上面呢 是 就是 就見到那個高低 那我首先講一下正方先 那正方呢 其實呢 在一個定義上面 正如剛才的評判這樣說到 在一個定義上面呢 其實第一個是正反雙方的戰場位 那對於那個所謂的法禁 正方的理解呢 其實呢 是明文規定那些才要法禁 正方的理解呢 是兆基創意書院那些的 例如大原則要整結 要整齊這些這樣的原則 是不叫法禁的 但是反方的角度呢 其實他們覺得呢 就算是兆基創意書院那一種 都仍然是法禁來的 那所以其實呢 正方呢 是有必要去回應反方這個質疑 為什麼兆基創意書院那種的大原則的情況 不是一個法禁 是要講多一點點 而不是在後場的時候 你才去逐點去回應 其實我期望正方呢 如果你是真的想講這個 這個大原則 叫做不是明文規定的一些法型的效規呢 那你應該在主辯那裡 就要講得很清楚 因為其實我在後場 我才是 就是聽完那一副 我都仍是拚了頭 心想其實 為什麼你會特別講到 講到這個模式的呢 那去到二副 我才真正聽得很清楚 原來你們那一套的講法 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反方其實已經打到主一了 所以這些位置是比較遲 如果正方想今天好 很快就被評判聽到你們的主線 聽得很清楚 你們怎樣去鋪排你們的戰場的話 其實你在較早的階段 你就要講清楚 其實你現在想講的是 立場是什麼 你不是說要沒有任何對於法型上的要求 你是仍然有的 不過我們那個不是一個明文規定的法禁 而是一個原則性的要求 如果你這樣講得很清楚的話 評判會覺得到你的主線會多很多 而不是要慢慢在你逐個逐個變 才能摸得清 所以這些在主線鋪排上面 我覺得正方今天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樣就是正方可以做得更好 我想你們要明白你們自己的站方最強的論點是什麼 我想你們最強的論點是某個書院的學生 去平机会投诉 这个其实是你最强的一个点 因为其实讲到性别平等 讲到性别平权的话 是牵涉到一些法例上的 如果你继续在囚犯法言上的要求 去做司法复合 其实你会更加强地可以逼到反方去承认 今时今日有一些的法禁 其实是不合适宜的 其实是很明显的 但是政方似乎在这个位置上 就没有逼到反方去很具体的回应 究竟是不是现在因为性别平权的关系 男生要求他必须要短法的话 是不是违反性别平权 如果违反的话当然就是不合适宜 这个是你们最强的点 但我很少见你们是逼问对方 逼问反方 究竟这个他们的立场是怎么样 相反反方今天就会做很多这些工作 然后反方其实都是一开始都是含糊其次的 就算在定义上面都是含糊其次 就是不断说调整 就是会有调整的空间 但是都仍然是发禁 那我都其实不是 就是我当初 其实开始的时候都不是很懂得到 但是他们比较快可以 就是说得明白那些的定义 那同时间就是我觉得今天反方比较做得好的地方 是他是比较知道自己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能够强调到他在主线里面最大的点 就是社会仍然很保守 对于学生软发 对于学生长头发 对于学生一些标其立二的发型 社会是不接受 那么估论他那七成的数据究竟是 就是有五度的成分 但是他这个点是由头到尾都是一个主力 而正方是比较难去处理 是比较难去处理 都不是一个有效的反驳去处理到这个点 所以就是在这些位置上面 我希望正方的双方都可以自己回去 再跟教练去谈一下 那看看怎么样可以再变成上面进一步 那我的评语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 谢谢彭老师 最后有请劳中华先生为双方给你的评语 哈啰主席主席 不好意思 我想应该是到史迪朗先生去 对 不好意思 有请史迪朗先生 好 谢谢 好了 不要紧 不要紧 是的 南中有 是的 我原本很想 就是我通常这些比赛都会很想 就是比较整体上去比评语 我评分是个别评的 但是我比评语我通常会整体 但是今场呢 因为有太多个别的位置 甚至乎在法文的时候 有些位置我也想说一说 让大家可以在自己的位置 能够好一些 所以我就会拆开 来说 那我不会说完的 我会抽几个我真的觉得 比较特别我想说的 那譬如正方主便 那你份稿都非常之合理 就是 我觉得你的法禁 我等下再说说你的定义 但是你的法禁的定义 其实你是说了 告诉大家 不仅是说那男生去评机会那件事 的长短头发 那么简单 而是说那八脚能不能够碰到肩头 染头发 这些的法禁 你们都是反对的 那我觉得这个你们是很清楚 说了出来的 有些人不清楚 我等下再说 但是唯独是你第一个论点 没有很特别的 社会的风气已经改变 OK这个接受的 第二个论点 有点奇怪 因为呢 你就说你的 你的 topic sentence 就是会 无视了学生的需要 但是呢 你又说到说 评机会给学校的指引 就是希望学校制定这些类似服饰 或者是规范连儀表的政策的时候 需要有融合 以及被人去参与这个过程 那我有问题了 就是呢 如果一个学校制定过程里面的时候 不论是好像反方所说的 那些70% 那间学校70%的家长 或者是学生 或者是老师 甚至乎 大多数学校 他们都觉得应该要有法禁 或者是某些项目上面有法禁 那你又觉得这个法禁 就是你将那个位置交给大众去决定 而你交给这间学校的时分者去决定的时候 那你就会出现这个危险 如果是反方的话 我反主第一个出来 其实有关同学第二个论点 的意思就是 总之如果有 他不是反对所有的法禁 因为某程度上 正方的论证占大一点 至少有些法禁 他觉得没问题 就是那些经由一个民主 或者是一个相对地有共识的程序 产生出来的法禁 那你就没问题了 那你这么说 你政方就会处于一个很不利的位置 但是很可惜 就是反方整场 没有一个位置捉到 好了 到反主 我知道大家是写了警告的 其实第一个的反驳 你记不住他 你是说对方的论证很粗疏 这个是套语来的 或者是说他的定义很宽怂 因为其实我们不应该只针对着 某一条的法禁 而是要整体上去看 一般你的评判听下去 你似觉得很合理 但是其实你是没有对的 因为政方由头到尾 告诉你 他觉得差不多所有法禁 他都不需要有 而他不只是针对着 那个同学仔去评机会 那条长短头发 不是的 所以你这个是不对的 你要想想 那另外就是 第二个论点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 从刚才第一场我做评判的时候 我都有这个想法 就是当你说 其实就是 怎么说 那个 那个学校里面 他禁止你去进行一些演化 或者其他的打扮 其实就是 不想你去care他的外表 或者不要去攀比的外表 而是比较重视你们的内在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呢 我看这条题目的时候 我觉得 无论政方还是整个社会 我们都可以反过来看 当学校告诉你 你听我不让你们去做某一些的打扮 是因为不想你们去进行 某个的攀比 或者想focus 在你们的内在尾 对不住 其实呢 你不让我打扮呢 你是因为我长法 或者你因为我演法 认定了我是一个 衰的学生 或者一个不端庄的学生 其实你都是忽视着 我的内在尾 所以其实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 无论有法例 不是sorry 有法敢还是没法敢 有效规还是效规 其实你都一定会衍生不同的攀比 或者衍生不同的 就是都会有不同的社交法作用 都是不侍着某一类型的内在尾 亦都是重视某一类型的内在尾 就是其实这条法例 怎样定也好 都一定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位置 但是也同时 因为这场比赛 可能这个位置是太深入 去到一个究竟什么为之 给什么 没有什么人再投入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可以 向这个方向再想想 那正方一虎 正方一虎 对于他的定义 再加多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挺喜欢的 就是说明文规定 你们想说就是 所谓的法敢 一定要是明文规定 你的版本 你的讲法是要明文规定 然后可以有一些所谓的大原则 你大原则那些东西 你是后面在法民事的时候才要補下去 第一 如果这个真的是你的方案 麻烦放上主面 OK 那就会好像评估所说 如果不是我就会 你好像加了一些新东西 但是我又觉得 因为你这个是多人反驳对方 所以我又觉得 我又不承认 这个是你突然爆出新东西 你可以是真的补充了一些东西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你真正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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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 或者你对白金的立场 并不是 不可以有明文规定 No 你是不可以对于某一种的颜色 长度 形态 有明文规定 这个才是你真正的立场 因为在你的方案 尤其是在法文的时候 你说 就算有条法例 或者有条法规 说 学生的形容法 法式 必须要朴实端状 在你的理解里面 这个都不是白金 因为它不是那么紧 一个特别的 某一种法式 法式 长度 而是一个 general rule 告诉你 不要太奇怪怪 行不行 所以 你问我 我再高层次一点 我再想 有些的同学 如果你不开镜头 如果我留长头发 我觉得不可以 我觉得不整业 但是有些的男同学 他留长头发 我觉得可以 有些的女同学 他变爆炸头 我觉得不可以 但是有些是可以 你真正想说的是这个立场 不是在于那条条文 是不是明文 与明文 而是明文 有没有写定特别的 某一种的法式 或者长度 不可以 如果这个位置 你能够厘清 那整条主线 就会更加完整 更加完美 这个就是你 我会对于政方的 你这个补充底下 我觉得整条主线 可以再想多一点 另外 你讲上堂的时候 可不可以打机这个例子 第一 对方真的没有说过打机 我听不到 可能 但就算听到也好 其实那个类比性 也不是很近 因为你打机会影响成绩 影响上红 但是所以这么多同学说 都不应该有 但是anyway 总之他好像 这个不是太过对题 但是Holistic 都ok 的 反方的一副 同样道理 又是一样 我知你们几个位置 都准备了一份译稿 是去应对对方 假设对方 只是focus 在那宗评机会上 对于长度的法禁 你就可以去说 然后你们是站着想说 其实很多的法禁都是合理的 但对不住 因为人家真的不是这么说 所以我这个问题 我仍然是给不到分 你打不进对方这个位 无谓的攀比 这个我就不是 因为这个是观点与角度问题 我就 因为你是一个合理的路线 但是呢 我都想你trigger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真实的想法 都想trigger 你们想多一点点 其实 就是对于成绩 当然 正方有说 在后面反驳就是 其实你攀比也是成绩的 但是 究竟攀比发型 是否一件无谓的事 你问我 我又觉得不是 就算你 你今天穿衣服更好看 我今天穿衣服更好看 你的发型变得漂亮点 软的程度好点 颜色鲜艳点 这种的攀比 不是无谓 就是我的个人立场 我觉得不是 当然 你可以说在一个中学里面 其实这种的攀比 好像真的没有太大意义 你可以说是和学习无关 或者是 不是很和这个主流的 而你如果要证明这个论点 你要多一点点力量 告诉我 这种的攀比 是会将很多的学生 大部分用来读书的时间 抽了出来去攀比 坦白说 你们都是带电话的 没玩了 你们都是在IG的 你们天天都在放IG的 那 代不代表这件事 真的会令你成绩大跌呢 你们就玩辩论 对不对 对不起 辩论一定是会令你成绩差弱 对不起 我没说过 不要玩那么多辩论 所以你们要小心一点这些论述 两个义库我就没有特别再说 因为两个义库都打得好 你们这些反驳都是中看的 有机会再分享 因为可能赞的东西就不要赞你们了 你想听我讲一些谈的东西 但两个义库真的无论体通道 演绎技巧和反驳的内容都是对的 至少在你的主线里面发挥到应有的水 特别我会抽一两条的堂下法文去讲 第一条我想讲的是正方第一条的堂下法文 我不是说第一轮的堂下法文 而是以赴之后的堂下法文的第一条 正方 我都要问得很好 我给了很多报告 因为我一直都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反方一直声称就是会影响效益 这样那样 这个你问的问题 我第一条想问的问题 就是 你好像有些人 你的学生研究吧 我又不相信这家人真的不行 我非常确定 OK 男拔女拔 如果你真的想讲这些传统的名额 我又不相信这家人 可能家装扑倒地去 就算研究更好 可能他的儿子很想怎么回答 是的 这条问题问得很容易 对不起 反方真的答不 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 你又不相信 你回答了少基书院那条 但是第二条我想问的问题 都可以给正方反方触摸 你们去想想 我们常常 学校 个别的学校 当他跟你说 如果你这样做会影响效益 我假设这样的成立 你真的会有些家长 因为你染头发 就不喜欢这些学校 真的因为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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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你留了一个长imaan头发 就不可以տ动她出去 现在政方 tay的議案 是从所有学校都解除这个 你去哪一者 你除了外国 外国的工夫也被染头发 言之 如果你将这件事没有钱對抗计 真正正正方想做的理念 是全国香港的所有学校 都没有这样的规限 那你家装能选uff to in 成績、發行對方的兒子、成績、學校的校封文 你只能夠回到這個位置 因為你發言這件事 如果對法方來說發言真的這麼重要 或者對法方認同的家長來說 你回到這個位置就沒有了 然後第二條 我亦想抽出來講就是 反方第一條的堂下法文 70%的家長覺得會因為這樣而去反對入學校 首先我不太肯定那70%的家長 例如某一間學校不想他的學生 或者不想他的學生去淹發還是什麼 但是我不知道 我就這樣聽完之後 如果最終的數據真的有如正方答這條堂下的時候所說 那個數據是說家長會看學校的校風 更容易得身邊的家長是覺得因為你染了頭髮 就等於你的校風不好 等於不夠這間學校 這個邏輯正方是真的搞不完的 而如果你沒有在這條堂下的話 我這個分一定是給正方 因為正方這個位置是這樣答是對的 你刷你這個例子刷你這個數據 就是刷得非常之好 為什麼我說你要講這題 除了一個數據刷得好 但是正方有一樣東西都答得不好 因為在他答這條堂下法文的時候 他後來就講了一個大結質 這個就是一直我想勾出來講的東西 沒有明文規定特略某一種的服飾 或者某一種的髮型不行 但是對於正方來講 其實你有一個大原則 朴素什麼簡單 其實對你來說都OK的 我的問題就會問 你剛才舉個例子就說你染啡一些 不會因為這樣 那我想問如果我做個咕嚕肉的頭 可以不可以呢 或者我記得有個紅星 那時候是做個欺凌魚的頭 不知道你有沒有吃過刺身 紅色的下面是啤啤的 那這樣可以不可以呢 那是否符合你的簡單學數呢 而在你們的定義裡面 算不算是一種明文規定呢 還是你想回歸 好像剛才我這樣說 其實無所謂的 有些同學的樣子英俊就可以了 那好了 最終這個做法究竟又符合事宜呢 這個位置就是一路你們要去討論的東西 那這個位置可以最後 叫做expand開去大家再想一想 那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這次比賽就好看一點 最後一點整體上的 comment 第一 我都幾 我本身個人是很喜歡用資料用數字 因為我對這件事我是很敏感的 但是同時地 因為這場比賽我自己覺得 你要去聲明一個社會風起某程度上有些難度 尤其是說法刑這些這麼主觀的東西 你真的不會無緣無故有機構想做一個民意調查 那所以第一 這個是靠你們語言去verbal去想做的 第二呢 我會感覺是 我不會覺得我聽到一個數字 就等於有數字 就等於有數字 就等於沒有數字 有些的情況下 如果你的數字是對的 反方你去問政方 我都給了一個數字出來 你正方一個數字都沒有給 如果你的數字是對的 我會給分 但是如果你的數字本身都不合理的 我覺得你這個問題我不會給分 甚至我覺得你的數字都不合理 你真的有問題 拿個數字 大家都沒有數字的 在我眼中你們兩個都沒有數字 那這個位置你們要小心 每一個數字看清楚 譬如正方說少基書院那個 如果可以的話 說多一點是不是真的 即他們的效規是怎樣寫的 究竟他們是完全沒有寫的 然後那些老師自行釋法 就是釋法 自行釋法去解釋你的法刑 那看你怎樣 就是我不知道是怎樣 而至於少基的例子 但是我覺得 就是你可以多說一些 就是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肯定是不是 你可以多說一些口碑 就是肥肯問題 那些人是不是真的 你說那些人能讀到他 那是不是真的呢 我不知道 好了 這條問題也都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一個社會裏面 你們都可以想一下 一個社會裏面 我們說了所謂講明給自由 反而問得對 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自由 也沒有絕對的嚴謹 OK 就算去到北韓 你也有相對的自由 起碼你能走得到和呼吸到 但是去到一些所謂北韓的國家 就算多自由也好 有些事情你都不能做 或者不能做 好了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通常是一個相對地自由 尊重自由的國家或者地區 他們的概念 並不是要市民去解釋給你聽 究竟為什麼他要做這個行為 而是你政府要禁止他的時候 你要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你要禁止我這個行為 所以回去了 如果我真的純粹 兩兩個好 這個我沒有因爲這樣而給分數 有disclarity 但是純粹是我自己個人的相信 如果在發營這個問題上 我不太認同 這個再說多前 我沒有因爲這樣而求婚 或者沒有什麼 但是我不太認同 反方所說 你要告訴我 究竟這件事對你的學生有什麼幫助 或者為什麼你要追献給這件事 我相信 反方同學自己內心心處都認同這件事 大佬我的發言是怎樣是我的事 你如果告訴我我的發言會影響到你的校業 你真是要給一個concret的數據或者concret的結果出來 你告訴我我才會去做 否則他說這個burnard of proof 那個論證責任不是在於我去做這個行為的那個人 而是在於政府或者機構要禁止我做這個的時候 要他去論證 這個才是真正自由社會應有的態度 所以當有些地區跟你說他給了民主給了自由 你的人民單 原來是他那個人是要求你去解釋 為什麼你要說這番說話 為什麼你要去做這個行為 這個不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我沒有說誰好不好 這個不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是的 這個我最後真的真的抱歉 一定要分享這個 因為我覺得對於大家去想一個 就是你們當然很多討論裡面就是 講到就是我們之後 要不要戴穿下服應該怎麼處理 我們的頭髮應該怎麼處理 但是曾經有個同學仔就問 或者是辯論到的同學仔就問到 屎Sir為什麼你會這麼批評我們的Attendance 但是有些同學你又不批評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有些中五的同學 我就跟他說 我說其實Attendance就好像你們這些髮型 你們這些衣著和琴套 在我沒有東西可以考慮到你 你沒有證明給我看你的價值的時候 我就只能夠用這個東西去令你做得好一點 但是當你在某個辯論隊裡面 你已經估出了一段時間 或者你真的做了很多很有超長的表現的時候 我就不會再用這麼表面的東西去評價這個人 就等於髮型一樣 我會覺得你們可以想就是 為什麼學校要給髮型你 因為這個是一個基本 minimum 但是如果一間學校的學生 或者這間學校的 一個社會的學生 他已經能夠做到那種 我不需要你去看我的發言 去判斷到我是一個good 還是一個bad的學生的時候 你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時候就是要解禁 所以記住 這個辯論是說含不合時宜 最後含不合時宜 含不合時宜 合時宜的不一定對 OK 含不合時宜的也不一定錯的 我覺得正方反方這個位置 大家都說到 但是在你們的論點的時候 真的看清楚你們的問題和推論 是不是在向合時宜的方向 還是你想在討論 究竟這件事是合不合理 這個位置大家就可以小心一點 謝謝 最後再次多謝三位評論的評語 在宣佈賽過的先 就等我為大家公佈 本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政鋒義庫顏俊傑同學 恭喜 接下來我會為大家宣佈賽過 今天的辯題為 現今香港中學對學生實施法禁 不合時宜 由政方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對反方垃圾書院 政方得票為1票 反方得票為2票 賽過為1比2 由反方勝出 恭喜 今天的比賽到此結束 辛苦大家 非常有趣 真的非常有趣 我們有一個 在跟他們這次遊覽 但是今天大家 我們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